大家好 小事又來啦 好不容易天氣放晴 我們可以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今天介紹的這一台是2005年 Minano Golf大家的高爾夫 為什麼介紹這一台 我們今天現場是這個1.9TDI柴油的車款 這個是當時福斯第一次 將這個柴油的轎車引進到台灣 在台灣第一次販售柴油的轎車 那它也是第一台使用前脈花承 它後面是這個四連桿 多連桿式的懸吊系統 也是第一次在這個購服上面出現 那很多人聞風上膽的DSG變速箱 大家可以到網路爬文 據說 據說 私事的變速箱 在DSG裡面算是故障率相對低的 還有很多人對柴油的車款 是相對比較陌生的 大家都覺得柴油車會不會很難照顧 那其實我簡單的講柴油車的照顧 除了當然基本的保養以外 定期的清理積碳 就變成你應該要做的一個 習慣性的一個保養的動作 比如說這個進氣氣管 EGR 結氣門 還有渦輪的這個進氣管路 等等的這些周遭 氣體會經過的地方 進排氣的地方 都非常的容易 因為積碳而影響到它的容積 跟引擎的這個順暢度 當時新車的售價是96萬5 現在2005年的 其實我們買到手 都在10萬塊左右而已 那這台是我們 我們的資深採購阿翔 剛剛沽回來的 那我待會兒 順便來檢查這個車子 然後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車 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好 現在就帶大家來看 小獅的這個 老虎舞姿 3400cc 2003年的 異者歡迎恰循 小獅買回來的時候 本來只有5萬多公里 被我開到7萬多了 大保養證實皮帶已經更換完成 水幫補已經更換完成 買回去直接使用 七人座 七人座 這樣子我就可以來換這一台 小獅為什麼想換這一台車 首先第一個 它有天窗 我也不知道我要天窗幹嘛 其實天窗我只偶爾打開通風而已 但是我就是還是覺得 車子要有個天窗 哇 都蓋著肉 你看 然後 哇 這都撕掉了 這個看起來就是補土補太厚 有沒有 這個裂開了 這個 這就是補土補太厚 你看 這都裂開了 哇 這都撕掉了 你看 這個東西這裡就有點色差 我不知道這個光線看不看得出來 這個漆都已經 退色了 再來整理起來 可能要花不少錢 欸 不錯 它有這個四出的尾管 後面的大包已經改好了 雖然這邊也裂開了 其實它的鋁圈也已經換好 GTI的鋁圈了 不過外觀的漆真的是有點糟 你看這個 這個漆會這樣白白的 擦傷會白白的 這個都是補土 這都之前土這樣抹過去 所以你擦傷以後出現的 不是這個底漆的顏色 不是鐵的顏色 而是這種白色補土的顏色 好 我們來看一下內裝 今天真的是蠻熱的 這一代的這個GOLF五代 無論汽油柴油 其實都會有一個通病 就是天花板很容易塌下來 說這台車的天花板 我目前看起來還OK 它這個都會垂下來有沒有 垂連聽陣一樣 然後再來比較多的問題 環保漆的問題 例如說這一些開關 都會有一個環保漆褪色的問題 還有例如這個 方向盤的握把的地方 但這台都沒有啦 這台換過了啦 你看這個開關就是換過的 這個開關我跟大家講 其實你到這個對岸去買很便宜 都幾百塊而已 你看還包含這個 其實也都是很容易掉漆的地方 這個前車主都已經換過了 你看這個有鍍鉻的 這個飾條的 這個都是去換過更高度的 高端的有沒有 高端大氣 鍍鉻四條 這個都換過的 你如果沒換就會像這樣 褪色然後黏黏的 這個現在都黏的 你看我用力這樣插 我手會黑色 有沒有 黏黏 就跟我們之前 LS460那個一樣 這個你看都換過了 包括這個出風口的框框 久來都會有環保漆褪色的問題 小事覺得這個還蠻可愛的 這邊 這個把它分隔成兩個 可以放兩個飲料的杯架 然後它這拿起來是一個開瓶器 反正購買這個車 環保漆你要注意 對啊 要不然你有可能 你回來要花一筆錢 很熱的 我把它發下去好了 柴油車一發起來跟Kenta一樣 噠噠到 冷氣把它處理下去 好 然後這個我很討厭 它這個是福斯原廠的這個 算是一個大面板的音響 導航 電視外接藍牙 可是很討厭 你看它打倒檔 沒有顯影 以前我天真的以為 這個螢幕只要加一個鏡頭到 後面 那我們就有倒車顯影 其實錯 沒那麼簡單 事情不是說 人家請問一下你簡單 好不好 它這個要加介面卡 而且啊 福斯的Golf 它後面的這個鏡頭 是這個從MARK翻開的 所以分貴 選那個鏡頭 不如整台換掉 天窗漏水 天窗漏水 大家都叫你換焦條 天窗漏水 其實在天窗你打開軌道的 這個最低點的 左右兩側 都會有一個排水孔 那個要通 排水孔沿路 沿著A柱 這樣牽牽牽 牽到你外面的輪弧 那把這個天窗裡面的水溝的水 都會排出去 經由這條水管排出去 你這裡就擦掉了 你都沒有定期拿這個風槍 或者是拿鐵絲去清 那你變成你的排水溝堵住了 那水就滿 滿在這個溝槽裡面 就溢出來 就滴下來了 阿去大家都在叫你換焦條 那天窗漏水一定換焦條 我跟你講 十台天窗漏水需要換焦條的 了不起三台而已 大部分 剩下的七台 除了生鏽以外 都是排水孔堵住而已 不然帶大家看一下排水孔好了 在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去看我 反正就是在這個天窗的這個角落裡面 有個排水孔 你如果去這個自助洗車 這個排水孔大概 比小拇指再細一點 那你就這個氣槍阿 控氣槍你就堵入排水孔 然後噴氣 一下 就清好了 好不好 來氣槍來氣槍 走走走 邊試車邊聊 好啦 繫好安全帶 差不多要來氣槍阿 有沒有 冰的飲料 有沒有 準備好 放在比較深的這一邊 它這個一邊 杯架比較深 一邊杯架比較強 來氣槍阿 耶 喔 欸 乾 冷氣好像沒有很涼 這樣對嗎 欸 乾 這樣對 感覺很熱耶 好啦 開了就涼了吧 這冷氣 冷氣怪怪的 怎麼那麼熱阿 還是今天天氣真的是太熱了啦 今天天氣真的是太熱了啦 我們這種大雨過後悶熱的天氣 對不對 好 趕快跟大家 喔 乾 這裤子很像小啦 大家這畫面一直抖啦 練 那小吃跟大家分享喔 其實 剛剛提到 我就是一直 喔 一直很喜歡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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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裤子太硬了吧 這樣不要插漂亮 自己說就好了 哇 這邊際真的太硬了 我跟你講喔 年紀大了喔 骨頭 骨頭硬了喔 真的 開到這種避震器太硬了 你這樣動不動 欸 為什麼沒有你那個我啊 欸 幹 這避震器太硬了吧 啊 幹 這裡沒有冷氣 我還死我 啊 開窗戶嗎 可是開窗戶又影響收音 我 你那 喔 今天天氣這麼熱 外面還比較涼啊 啊 我的運氣 完了完了 你看 這個內褲都濕了 欸 欸 喔 我跟你說齁 喔 這種車齁 孕婦不要坐 我跟你說 這真的會回到老天 這真的會回到老天 欸 欸 看一下 手都汗了 還敢到 那怎麼是頭路啊 窗戶再開一點 欸 不行 窗戴人家窗戶開了 攝影機跟著動 靠腰 我曾經賣過一台的PASA 柴油的PASA 三路回家 我那時候開PASA你知道嗎 在三路當中 然後竟然它 二檔換三檔的時候 我油門 補下去 欸 竟然輪胎空轉 有沒有 蹲了一下 我嚇了一跳 哇 這個扭力這麼大 通常我跟你講 二檔還會關鍊 只有兩個情形 對不對 一個就是馬力太大 還有一個就是輪胎太小 輪胎皮罐磨完了 大概就是兩種狀況而已 沒有啦 它真的扭力是滿大的 你像 這台1.9的柴油的Golf 它雖然它的馬力表定只有105P 但是它的扭力有25公斤米 那這25公斤米相對於汽油的引擎 這一集大家要見諒 我如果拿講解 先駕駛這樣開 大家不要見怪 這車真的太跳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後面重複再開一點 又熱 又熱又跳 我真的忽然 我在中暑啊 我...啊 啊... 不願苦冷 你看 我都濕了啦 都冷 它雖然是這個 只有105P的馬力 可是它的扭力有25公斤 扭力 它的扭力有25公斤 那這25公斤的扭力相當於汽油引擎 自然進氣大概2500匹的水準 通常這個汽油車有沒有 你的扭力都要大概三四千轉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發揮出來 但是這個1.9TBI的這一個 Golf的這個引擎 它的25公斤米的這個扭力啊 在1900RPM的時候 就可以發揮出來 所以你看像現在啊 我現在順順穩穩的開 現在才1300轉 可是啊 其實我油門啊 稍微這樣譜一下 馬上扭力就出來了 很久沒有享受那種 自己整理改裝一台車起來 用屬於自己的喜好來整理一台車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決定把這台車 拿來當一個飯本有沒有 然後來把它整理起來 來跟大家分享 好我現在進來這個山路 這個並根去 我真的 我真的手褲都溜 內褲也溜了 雙絲排 外面絲裡面也絲 全身絲搭搭 我真的是絲了 真的都絲了我 欸這個這樣不對耶 這個車才剛買回來有沒有 我媽阿翔 才剛買回來 這個 這樣是頭路 我來靠我阿翔 哇 我也要丟刷 啊 我還拿丟刷 那我 我跟你講我現在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大熱天去九族文化村還是六浮村玩那個遊樂設施你知道嗎 我 漢到不知道 漢到不知道人 我 我漢到有沒落體 我還要刷到要死 唉唷 太閃了 喔 大家看這個GoPro的搖晃都知道 這車真的很中的 不替你丟三小 好不好 你如果在搖晃的時候 你說你在丟三小 那是真的很中的啊 有沒有 如果有人跟你搖晃說你是在丟三小好不好 你就說我這車真的很中的 不是我在丟三小 這台真的我這車真的 喔很中的啊 我真的有分給我 欸阿翔 欸 我這車你買這車GoPro啊 欸 欸怎麼沒冷氣啊 高零 真的啦 靠我整天空光來看都打了 來過龍的怎麼有高雲的 要燉麵喔 燉麵 燉麵 你怎麼沒看你啦 我你打皮又燉麵麵怎麼會看你 喂 喂你有聽到嗎 有啊 阿燉麵燉麵不知道 阿燉麵 沒有啦 我一定會睡覺啦 那女粉絲太多 我很睡覺 這顆雞啦 欸 這阿蘇麵說不太太 阿蘇麵喔 阿蘇麵喔 我感覺 我感覺是阿蘇麵壞的 沒有來找人家 你要找人家做什麼 阿蘇麵啦 我之前在四個時候 我有跟我說啊 對不對 沒有一些重要機件線啊 我們是用 我們用一個很好的機器 跟賣一台好的車 阿蘇麵啊 阿蘇麵會怎樣嗎 阿蘇麵會怎樣嗎 阿蘇麵會怎樣 阿蘇麵會怎樣 阿蘇麵會有財民啊 阿蘇麵會不會爽吧 阿蘇麵會不會爽吧 阿蘇麵會不會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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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那種人 右邊 你你是不是 漂亮 我是 我再閉一 mash 我再閉一開 我再閉一口 我再閉一口 我靠腰 傳動� covid 這傳動座也掛了 這傳動座也掛了 我們剛剛在這個稍微轉彎的時候 底面有這種噹噹噹的聲音 喔 這裡很熱的 今天這種天氣這樣不是辦法 我真的熱到不會說話了 抱歉 如果有表達不好大家見諒 因為真的太熱了 我現在動不了 我想這種夏天 我真的內褲絲了 這種大熱的天喔 沒有冷氣真的沒辦法開車 剛剛講到哪 靠腰啊 反正就是說 簡單來說啦 對 就是很多車商 其實它是在合約上面會有做一個手腳 就是說 如果這個車回去啊 我們發現有什麼樣的問題啊 然後可能這個我會回來再找你另行議價啊 或者是 我車就退還給你啊 大家沒輸贏啊 等等的 就是大概會用這種說法喔 那 比如說你去估 有時候你到外面去估車比價 那 也許你比的就是那5千1萬 但是問題是啊 你遇到一些它前面就圖謀不軌的人啊 前面雖然打著高5千 高1萬 高價收購 有沒有 反正你買回來之後 那類似遇到這樣的問題啊 欸 機會來了 那逮到機會 對不對 它回來要跟你扣 絕對不是5千1萬這樣扣的 那就會造成很多這樣子 這方面的糾紛喔 所以小四在 小四也常收到一些網友的 諮詢啊 就是說 它明明就已經賣一台車給車商三個月了 三個月後這個 也過戶了 錢也拿了 但是三個月後這個車商回來找它 說你的引擎壞掉了 然後什麼要扣8萬 要扣10萬 所以這個引擎要大修 很多賣車的朋友 他當然有的是需要用錢才把車賣掉 對不對 那有的是他已經把這個錢拿去買了新車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身上也沒那麼多錢給你說 扣5萬 扣8萬 扣10萬 他就是吃定你這一點喔 那回來再跟你在那邊話耙拉鍵 要不然他就揚言說他要告你啊 什麼的 我們又很擔心說跟客人扣錢 客人會不開心 OK 我不給 我們又很擔心跟客人扣錢 客人會不開心 然後 要扣我們阿翔的錢 變成阿翔不開心 對不對 那你不讓客人不開心 不讓我們的資深採購阿翔不開心的 結果就是我自己不開心 所以這個真的也是很尷尬 心血在這台車車上 在這台車身上 然後他相對的有付出一定的金錢 時間跟心血 那我覺得 當然如果是你的話 你也不可能廉價的去出售自己的寶貝 對不對 寶貝 你也不可能去廉價出售自己 用心照顧的一台好車 我真的熱到有一點語無倫敬 你看到現在喔 避震器處理好 然後把冷氣處理好之後 然後再來跟大家好好的分享這一台車子 要不然我覺得喔 這次這樣開 我真的頭髮都是傻的 沒有辦法體驗到太多操控的樂趣 我真的不知道你脹上換得那麼重 到底曬起來有什麼鬆快的 我真的殺不 老人家不懂年輕人的梗 希望看到這個YouTube的觀眾朋友 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畢業性改成這麼硬 到底哪裡爽 那今天的試車就到這裡啦 那之後的整理會陸續的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喜歡小獅今天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做留言 幫我們做分享與訂閱 那鼓勵小獅 再做出更多更好 鼓勵小獅再做出更多更好看 關於汽車相關的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 今天有更亂 別動耶 真的別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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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